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成的蘑菇酱 先把鱼处理好 第一步 第一步 鞋子计划刺进去 这个腌制一下的作用是什么? 去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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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水分出来 给盐让它让肉收缩是吧 给点黑椒 再给点日式米酒 对 它是不色的 放一边 等待三五分钟 好 腌制十五分钟 斜切一段 下面处理蘑菇和洋葱 先放入洋葱 先放入洋葱 倒入蘑菇 倒入蘑菇 再倒入土肉 炒出炒 香味就是这样子 干扁炒出来的 我们把这个青鸡汤倒进来 炒出炒 主要是现在是为了土豆先把它烧熟嫩的吧 入味的 我们下面就开始炒炒 盖盖 我们这三文鱼已经出水来了 这些水都是三文鱼的腥味和意味 好 我们来葱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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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细掉一段 然后煎了四分 看看我們湯煤得怎麼樣了 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好嘞 好 我們倒入蘑菇湯 配點什麼主食呢 麵包 這就是主食麵包 好 好 我們先燒魚煎的三位魚 倒入鍋中 把這個粉放進去 醬汁少了 好 醬汁少了 入鍋中 把水分煎出來 就好 美味的食来运转 蘑菇三文鱼搞定 朋友们祝您食来运转 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